怎么做Google SEO 怎么做Google SEO AI 我是冯哥 每一家外贸企业都希望每天都有新的业务机会 最好每天有源源不断的寻盘自动送上门来 这并不是痴人说梦 真的可以通过SEO 中文叫做搜索引擎优化 SEO是什么呢 我现在跟你聊一聊 先跟大家讲一讲SEO的原理 根据数据显示 在2019年有17亿个网站 在互联网站频繁更新的网站 也有超过2亿个 那么这么多不计其数的网站 是如何被我们发现的呢 除了极少数我们记得住的网站以外 大部分网站是通过搜索引擎被发现的 我们如果有对应的问题 只需要在搜索引擎上输入一个关键字 在一秒之内就有成百上千个结果展示出来 所以搜索引擎是连接用户 和这上一个网站的一个入口 在搜索引擎里面做的最好的就是谷歌 根据2019年的统计数据 谷歌占据了搜索引擎全球92%的使用量 可以说得谷歌者得天下 假设我们是一家卖包装机械的公司 如果地球上某个用户想了解 或者采购包装机械的时候 他会去谷歌搜索包装机械相关的关键字 我们的网站如果可以展示 在谷歌搜索结果的第一页的话 那么访客就很可能点击进入我们的网站 如果我们的网站刚好用户体验又做的比较好 很有可能他会给我们发来询盘 理想很疯嘛 但是骨感的现实告诉我们 CEO的竞争也是非常的大 Leo在调研过10亿级别的网站后发现 90%的网站并没有任何来自谷歌的流量 而且任何一个关键字 都有10万到千万级别的页面 去竞争这个排名 所以虽然躺着搜寻盘的梦想十分美好 但是在实现这个状态之前 我们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脱颖而出 接下来我跟你讲一下 我们如何排到搜索引擎的首页 这里我会针对谷歌来讲 因为谷歌占据了90%的使用量 而且如果网站在谷歌获得比较好的排名 对于其他的搜索引擎来讲 也是不在话下的 经过大量的数据表明 谷歌第一页的搜索结果 获得95%的自然流量 如果用户在第一页找不到想要的答案 一般用户就会重新选择另外一个关键字来搜索 然后第一页的流量又被前三位的搜索结果占据了大部分 将近70%的点击量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么重要了 我们的海外客户在搜索的时候 看到我们的网站排在前三的话 就很容易点击进来 并且发送寻盘 而且这些访客此时此刻都是希望了解 或者购买你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 所以这些访客也是最有可能提交寻盘和成交的客户 好